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来展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国际和国内的背景 因为这个背景是决定了我们在为什么要推动这样一个谈判 第二个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特别是出于我们经济转型期的这样一个中国来讲 出于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中国来讲 我们推动这样一个谈判 对于我们国家有哪些意义 进展情况和内容 其实谈到这个投资这个领域 在座的很多都是WTO领域的知名专家 投资贸易领域的规则都比较熟悉 有多边的WTO的贸易体制 而对于投资这个领域它比较特殊 我们一直有一个说法 投资领域并没有统一的多边的投资规则 即使WTO里面有一些涉及到投资的 那也是和贸易直接相关的 它并不是专门的投资领域的规则 那么在投资领域呢 跟贸易领域相比同样 投资和贸易对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它是非常重要的 贸易和投资其实是大家都广泛地认为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马车 在投资这个领域 随着这个 由于这个金融危机导致跨国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波折和波动 有几年降低了 但是近两年的发展还是非常快的 根据联合公报发会的统计 1万4千5百万亿美元 sorry 1.45万亿美元 那么预计今年还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而跨国资本的流动它有一个特别的经济的发展 它迫切需要一个规则来进行推动 而对投资领域来讲 由于它没有形成多变的规则 那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的国家和又很多不同的国家在一起谈判 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可能内容千差万别的一个协定 所以我们一般现在冲着投资规则 跟贸易规则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 投资领域的规则它呈现出的碎片化的状态 那么目前全球国际投资协定已经达到了3236个 那么其中2902个34项呢 是存在于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其他的区域协定当中 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自贸区谈判 无论是美国现在正在积极推动的这个TPP的谈判 以及我们国家正在推动的中韩中澳 以及和这个10加6就是RCEP的谈判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 这里面都是投资的内容 对于中国来讲 以往我们在作为发展的国家 我们可以引进外资 怎么去限制外资 这是一个非常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 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随着贸易领域的这个开放 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在对外投资这个领域 实现了高速的增长 那么在以往我们在谈投资协定 或者谈投资规则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更多的是 作为投资东道国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现在呢 由于我们国家这个对外投资的增长 那么迫切需要我们考虑 我们的企业的对外投资 它在外面的海外投资的资产 怎样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保护 特别是我们有很多企业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求 就是说除了要谈一个投资保护的一个规则 还是要考虑谈一个对他们的投资 能够推动他们打开对方投资市场的这样一个规则 那么这里面呢就可能要 既涉及到投资保护规则的一个提升 还要涉及到投资市场开放的一个问题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就是现在我们有个判断 就是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优异 所以说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我们的对外投资的增长 就是对外投资的这个境外资的这个数额 那么在中美投资协定谈谈之前 我们其实是一个对谈的一个大股 全世界刚才我提到三千多项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其实已经谈了一百三十二项 那么是位列全球第二 全球第一是德国 但是如果说欧盟到将来 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谈的话 那德国可能它的数量就会要减少 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可能要排名世界第一了 但是这一百三十二项协定呢 现在来看来普遍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水平比较低 比如说涉及到投资保护的规则 我们通常考虑投资中道国的这个立场 考虑的比较多 往往忽略投资权益保护的 这个方面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呢 范围比较窄 就是协定只是谈及了投资的保护问题 对投资的市场是没有包括的 那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就意味着我们在从现在开始 在对外缔约这个方面 要存在一个身份的转变和立场的转型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它在对外谈判的时候 它的立场是要服从于自己 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那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我们越来越多的对外投资 就使得我们需要去反思 一方面作为引资国 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坚果卖资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需要更加认真的去考虑 我们对外投资的这一方面的客观的需要 在投资领域 其实有一些比较核心的规则 对一个想到国外去投资的人来讲 他有很多的诉求 一个方面他可能会想 一开始原始的情况下 可能更多的是限于对外直接投资 那现在间接投资也包括进去 有形的资产也包括进去 那么无形的资产也包括进去 所以说投资的定义 现在来看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扩张的趋势 而这种趋势呢 已经得到全世界各国的一个认同 第二个如果说你要到对外投资 你会关注 你会想要求你的投资目的的国 像对待他自己人一样 这里面就是存在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 还有一个最后国待遇的问题 你到国的投资 往往你不会想象 或者希望你的投资的目的地国 来对你进行歧视 如果说有好几个国家在一起 单独对你要进行歧视 这是你不愿意看到 还有一个涉及到投资领域 比较特殊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公平公正待遇的问题 征收的问题 转移的问题 这些呢是保障投资者的投资权益 在投资东道国 投资东道国 获得最基本的保障的一个基础 特别是比如说公平公正待遇 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的在国内 你在要求对方保护你权益的时候 你在当地去寻求司法救济的时候 你会要求投资东道国对待你的时候 不能够拒绝公众的司法 还有一个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投资的这个目的地国 你不会如果你的投资遭到了打砸抢 那么你可能需要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治安或者警察保护 征收可能大家比较了解 就征收 如果出现了征收怎么办 要可以补偿 那么对于投资 水平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来讲 往往是高水平的补偿 除了包括你投资有多少钱 还要包括你现值是多少 甚至有的时候 未来的你的预期的收益多少 都在补偿的范围 转移最核心的就是说 你到国外去投资 你赚了钱肯定要想汇回来 那汇回来你会要求你投资东道国 对我的这个转移 要不应该给予一些特殊的限制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投资者的国际救济的权利 而这一点呢 是和世贸组织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投资领域呢 它是允许投资者 他以私人的名义 把投资东道国诉诸到国际仲裁 这跟世贸组织的国与国的 中南野业机制是有区别的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 它可以要求国际投资仲裁庭 来裁决金钱的赔偿 而这个金钱赔偿额往往是比较高的 有的时候甚至会几千万 几亿甚至几十亿 那么前一段时间俄罗斯有个案件 俄罗斯政府被裁决赔偿五百亿美元人民币 这样的数额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我们经过认真的研究发现 就是国际投资协定 近几年我们发现有三个最基本的一个趋势 一个是越来越多的投资协定 往往不会仅仅关注于投资的保护问题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 倾向于通过投资协定的谈判 来解决投资的市场开放问题 或者是投资的市场转入问题 而这一点呢 有一个动向 就是欧盟传统上的这样一个欧盟的这个立场 也发生了转变 认为投资协定就是一个投资保护的问题 那么自从他和加拿大谈了这个CETA以后 以及和我们国家在谈BIT以后 他现在也倾向于把投资的市场转入问题 纳入到投资协定当中 原来投资协定里面发现不到的一些新的议题 比如说环境的问题 劳工的问题 甚至其他的 比如说透明度 业绩要求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涉及到公平竞争的这些议题 那被越来越多的纳入到投资协定当中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高水平的投资保护已成趋势 这一点其实和世界上 目前发展人国家的一个角色是有关系的 传统上发达国家往往会说 我的投资权益 你要给我最高水平的保护 因为我是资本输出国 那么现在呢 一个特点就是发展人国家越来越 也从单纯的引资国转向了对外投资国 所以呢 他同时也希望他的海外资产能够得到 相对高水平的保护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刚才其实就是介绍一些背景情况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它为什么能够引起那么多高的关注 国际上 其实全世界都在宽度这样一场谈判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 他们认为中美之间谈成那样的协定 对未来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 特别是未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形成多边领域的这个投资规则 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国际上大家 关注上都把它称作国际投资领域的实际谈判 另外一个对中国自己来讲 那么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我们解决了贸易领域的体制的改革 和贸易领域的开放 那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呢 它会触碰到我们投资体制的改革 特别是我们投资市场的开放问题 所以呢 有些人把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对于中国的影响 用了堪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来形容它 那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它的意义到底形象在哪些方面呢 一个是首次承诺采用准入前国民代理 第二个呢 首次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 第三个呢 首次引入了一些21世纪的新议题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环境啊 劳工啊 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国家来讲 我们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到将来在国际投资规则形成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和其他国家一起 来推出多边层面的投资规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就是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 其实对于我们自身来讲 不单纯是和美国也谈这么一场谈判 其实更多的我们要考虑自身的一个发展 自身的改革和开放 那么到底和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 是不是相符合的 第一个方面来看 从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方面 我们三中全会提出来 我们将来要推动各个领域的开放 特别是服务业制造业领域的一些开放 那么其实更多的投资市场开放的问题 那么通过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 谈投资的市场开放 能够推动我们国家 在下一步来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来形成一个新的开放的一个阶段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加强海外投资权益保障 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 1982年开始我们就谈了双边和第一个和瑞典 到现在和132个国家和地区 有这么双边的投资的安排 但是呢确实有一点 我们的企业经常会给我们打电话 给我们咨询 他说在投资东大国遇到了问题了 他们想要通过这个投资协定来解决问题 而这个时候他就会找他的律师 去看我们的这个谈的一个协定 往往发现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啊 跟他现实的需要是有差距的 比如说投资补偿的问题 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以往在作为发展的国家 我们倾向于不引入高水平的投资补偿的规则 那么他涉及了具体案件的时候 他会要看你的协定里面的补偿 安排是什么 他就会发现之前我们谈的协定 在很多方面 它的保护水平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我们近年来 我们对外投资的这个迅速发展 我们的投资 这个很多的企业 越来越发这个 向我们来反映 就是投资协定里面 要纳入投资的市场准备问题 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出面 给他谈出一个高水平的投资的市场开放 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的 利用国际投资市场来发展自己 前一段时间 中美援手有一次会晤 就是IPAC期间有个会晤 那么双方呢 再次讨论到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问题 现在看来就是 双方的领导人对这个谈判是非常重视的 特别是他们提到 双方继续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把它作为双边投资关系的最重要事项 他英文叫 用了个top priority这样一个表述 然后为谈判投入所有的必要资源 以达成一个全面高水平 且体现非歧视 公平开放和透明等原则的双边投资协定 这是双方领导人对我们这个谈判 定了个最基本的基点 就是希望我们通过这个谈判呢 形成一个中美两国这些高水平的 全面的投资的规则 那么大家比较熟悉三中全会的决定 其实有很多的表述 跟我们这场谈判是有相关性的 比如说探索对外商投资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 这种加负面清淡的国立 我们的管理模式 还有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 特别是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家 封面清淡的管理模式的试验 其实跟这场谈判是有密切的关联性的 因为我们在评估 采用这场模式的时候 可能对我们国家的影响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我们管理体制需要转型 那么怎么去转 可能需要有一些深入的思考和 其实这场谈判追溯到很早的时候 1983年了 但是当时双方的立场差距特别的巨大 导致这个谈判没有进行下去 那么加入私贸组织以后 我们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这个法治环境的提升 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和美国来谈这样的协定 所以到08年我们就正式启动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已经进行了17轮的谈判 去年的7月份 中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 就是要采用准备前国民代理和负面清单 与美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那么今年的第6轮战略经济对话 双方又确定了谈判的基本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 就是要求今年年底之前 就协定了稳稳的一些 在这个谈判里面 最核心的议题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投资 其实准入前国民代理最核心的一个 如果用个通俗的说法的话 什么叫准入前国民代理 就是在准入的时候 你要给予外国投资者有国民代理 他会要求两个方面 第一 如果说你在投资的东道国 你对外资要有审批 那就不符合这种要求 因为内资在做这个设立 或者开设一个新的投资的时候 没有审批 外资要有审批是不符合要求的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涉及到内资能干什么 你同样要允许外资要干什么 这里面就涉及到投资的 市场准入的问题了 那么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包括美国包括欧洲 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他也不能够完全做到 这个对外资做开放 完全做到绝对的准入前的国民代理 所以呢 都协定是允许各方有一些保留 你可以把你不让外资 外国在进行投资的 或者对外资要进行限制的这个领域 把它列到负面清单里面 来寻求协定的保留 那这里面呢 其实负面清单的意义就比较大了 因为你作为一个谈判的时候 一开始你肯定想 我开的越少越好 我搁的单子里面越多越好 那么这个单子是要经过谈判的 那么谈到最后 可能双方都要进行妥协 有一些领域 可能你要面临对外 对外资来进行开放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呢 就是这个协定义务的例外 那么例外的范围呢 和内容是要非常明确 非常具体 某一个行业 你是有独立的要求 还是说有高管的 高级管理人员的 这样一种国籍的要求 还是有其他的要求 一定要非常明确和具体 其实负面清单的范围 列到里面的领域的 开放的这样一个程度和范围 那么到将来中美之间的谈判 到将来中欧之间的谈判 其实最核心的是 双方各自的投资市场 对一些众美行业的开放问题 这是一个谈判的焦点 那么中美谈判里面还碰到 我们之前没有碰到过的一些 环境啊 劳工啊 透明度 这样一些涉及到 投资保护的一些规则 国民待遇 最后的通平公众待遇 征收股偿 税收金融业绩要求 像这样一些条款 之前我们虽然有 但是水平不高 现在呢 我们中美之间要谈一个高水平的 这个 对这个投资者保护 能够提供一个切实保障的一个规则 所以中美之间在围绕这几大领域 这些议题正在开展谈判 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如果在座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需要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 也欢迎跟我们联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蒋处长 那下面我们有请 这个国内知名的跨国公司研究专家 中国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 黄之乐教授 题目是 创新跨国公司理论 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是在2005年 当时在部领导的关注下 支持下 由商务部研究院 和北京的一家大的企业合作 成立了这么一个专门研究 跨国公司的研究所 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 不是企业法 是非企业法人 独立开展跨国公司研究 我们研究两类跨国公司 一个是进入中国的国际的跨国公司 还有一类是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 研究成果双向服务 一方面给政府提供决策 或提供一些建议 咨询服务 也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我们研究特点是以案例调查为主 所以我统计了一下 我们这些年世界五百大的公司的国外总部 我们去过一百多家 然后他们在中国的企业 我们也访问过五百多家 再加上很多国企 央企 民企 所以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在最新的发展 你靠现有的研究法 完全引进国外的东西是不够的 需要在这种实地调查中 总结出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在这五年的思考 先回顾一下 这些年的外国投资在中国 我觉得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 当时外资投资 实际上是试验性的小规模的投资 然后到1992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 而且当时主要投资在第三产业 第二产业 我记得在1995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大厅里头 我当时第一次组织过一个 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在一个论坛 我记得孙部长当时还在这个会上 代表副领导来做过指示 就在这个大厅里头 加入WTO 2001年12月11日 入市 所以我是给它从02年以来算起 这方面多领域 多方式的投资 应该说这个是入市 对中国影响巨大 因为咱们这个会就是WTO年会嘛 我记得顾领导曾经讲过 入市前后中国一共修订了两千 一万九千个地方法规 我就想如果没有入市的话 这么大是这么深的这么广的改革 是很难的 你看这个有了这么三个阶段的那个变化 所以从那个统计数字也看到很清楚啊 第一阶段这个整个八十年代 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的影响 但是呢这样一个发展我认为是正面的 但是最近这些年确实出现了可以开放 利用外资的一些争论 看不到对外资的肯定的正面的影响 基本上都是骂的 而且骂得很狠的啊 你比如说中国已经不差钱 为什么让跨国公司来分享中国经济高中产的利益 市场给了跨国公司但是技术没有换来 特别是最近 那个比如骂八大金刚 就是思科呀 IBM这些信息产业公司 说他们控制了中国的系统网络 造成了中国信息安全这个问题 这样一种语论 其实我们部领导其实是对这个事关心的 今年我们主管这个外资的那个王助理 其实早过我两回 让我们来谈就是那个应该怎么应对 他是主张还是应该做好外资工作 我呢觉得跟前些年不一样 有一些呢是外资确实有问题 当然有一些我觉得我们那个认识上恐怕有问题 而且我注意到啊 这么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挑战 三十多年来我们大规模的引进 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啊 这样一个企业这样的做法 今后是不是还要坚持 刚才几位发言我非常赞成 我认为他们都是主张还应该继续做的 另外跨国公司呢 对中国的环境批评非常多 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很多疑虑 那么对他们的挑战是 以后还在不在中国继续发展啊 所以我呢感觉要解答这些问题呢 我给我们有关的监狱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讲的 我觉得呢 我们要解决现在的问题 首先有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 这些跨国公司 这些外资到底是什么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学的理论 就是说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这个理论你说现在纠正了没有呢 好像教堂苏里也没有人纠正 大家想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是把靠国公司 看过是西方 或者是国外的一种工具 这种思维其实还是根理论上在这 所以由于这个理论不转变呢 你像这样的争议啊 其实我后来回顾了一下 不是第一次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的尊论焦点是爱国还是卖国 李兰青副总理写过一本书叫《突围》 他当时负责全国的外资工作 他说呢 当时的尊论焦点不是信赦信资 而是爱国还是卖国 那段我没参加研究 所以我只能引用李总理的那个话 但是到了九二年郑小平讲话的时候 当时说有人认为呢 外资越多资本主义就越多 他说这些人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搞明白 他说说到底不就是个信资的问题吗 所以小平同志把这问题给揪动过来了 所以九二年大家看到开放到了一个新高度 到了01年前后入市的时候 大家讨论的第一点是入市还是不入市 反对的人其实很强烈的 认为狼来了 中国的产业都得被搞垮 但是现在没垮 所以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当年跟我争论的人 我当时主张入市 他反对 后来我说你看这是汽车行业 但是他是搞汽车的 你当时绝对反对 我当时主张开放 现在结果实际上咱们汽车没搞垮呀 反正比原来大了 现在是世界老大了 他说我们当时低估了市场的作用 他是这么讲的 最近这几年 我觉得争论焦点是信中还是信外 就这些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 如果他说不能入市狼来了 现在说这外资企业就是外国的 这么一闹腾的每次都改头翻面 但是千变万变不离其中 跨楼公司到底是什么 国主义的工具 当然这些利润都能站得住 但是为什么咱们中央这些年 还一个劲点在扩大开放 包括刚才那个处长讲的 咱们双边上的谈判 是要搞更高水平的开放 而且事实上咱们成果又很巨大 所以无论是从中央的政策还是实践表明 这种议论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能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改变呢 其实在前几年商务部领导 其实对我这个研究所的工作非常支持 要求我们要对跨国公司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所以我们在副领导的鼓励支持下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创新 创新的基本点就是说 跨国公司正在变成全球公司 全球公司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在1992年 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就是在前一年的年底 1991年12月25号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了 出现了全球市场 而且紧跟着信息技术革命 还有WTO的出现 1995年1月1号 信息网络技术被专家认为是 2005年是网络的元年 就是被商用化了 这三个大的根本的变化 使得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 战争革命对抗的时代 转向了和平发展 合作的新时代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时代 这个企业是变化最快的 最敏感的 面对全球市场 这些创新是怎么办呢 他们出现了三大变化 一个是出现了全球战略 从过去的跨国经营 现在到全球经营了 特别重要的是 他们把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在全球布局 出现了全球价值链 这么一个重大的变化 这个全球价值链 咱们经营大的同学老师 我建议要研究 你们不知道注意没有 这次APEC会 G20会 中国的最高领导 价值链的发展 G20APEC会 专门有一个文件 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蓝图 到了G20会 习总讲 我们中国 他说不是光中国 他指的这个参会者 我们要做 自由贸易的起手 要构建互利共赢的 全球价值链 培育全球大市场 这才原话了 这个全球价值链 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带来的 全球管理 还有一个全球责任 从过去追求股东 价值最大化 到现在追求全面的 全球的责任 包括社会责任 环境责任 还有刚才那个 黄教授讲的 合规 咱俯败 还有一个变量 因为一个研究 光是定性分析是不够的 它变量 就是我认为呢 这些跨国公司 它的全球化指数 现在呢 越来越高 甚至于超过50% 这最近这个20多年 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 它的跨国指数 在94年前后 是40%多一点 现在多达到60%多了 一年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那意味着什么呢 当一个公司 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 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 这样一个公司 它的经营模式 和传统的一般的跨国公司 发生了巨大的差异 海外经营 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 这样一来呢 它们和投资所在国 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汇合点 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样一来呢 它们在中国的作用 我觉得就出现了这么三大作用 首先 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发动机 它创造就业税收 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 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利用外资 它发挥了一个催化剂作用 催动了中国 现在企业制度的建立 现在产业的形成 包括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市场化的更新 最后一个 同盟军 它帮助中国和平崛起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而且通过市场交换 使中国获取了和平发展 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 这些大国崛起 都是要抢资源 都不可能是和平崛起的 但是中国这三十多年崛起 我认为它是和平的 怎么和平 它有一个和平环境 同时通过市场交换 这样一种渠道 获取了我们 攫取所需要的各项资源 所以我认为它是 中国和平攫取的同盟军 这个三大作用 是中国利用外资 和跨国公司合作 与一般的国家不同点 别的国家 一般的第一个作用比较突出 它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中国还在转移 到现在都没完成 所以我觉得这些跨国公司 它已经不再是历史上我们所说的 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 破坏中国崛起的这种负面的力量 如果利用得好 这个三十多年 我们成功地把这些跨国公司的作用发挥出来 成为推动中国和平崛起的正能量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传统的这种观点 来看这些跨国公司 来制定这种政策 所以我们在不领导知识下 在2007年写了一本书 叫《静悄悄的革命》 从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 这本书其实当时出版的时候 在咱们这个厅里也做过一次 跟同学们做过一次 这种地区交流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如果这个观点不转变 理论不转变 我们很多观点跟不上 有了这样的观点 我认为我们在跨国公司的面上 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战略 发挥这种跨国公司 或者说全球公司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 你比如发动机 过去通过跨国公司 推动中国高速增长 但是我们怎么样的转变 让它能够推动中国转型升级 可持续发展 催化剂 这个市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个怎么能够进一步实现 包括中国现在国际环境 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的方面 能不能进一步 做某些领导沟通 我说咱们中国共产党 有一个法宝 叫做统一战线 你在国际上 当然应该做好 这些全球公司的工作 来帮助中国和平崛起 越是国际情况恶化的时候 我们愿意做好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战略上 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 扩大开放 利用外资 就是从我刚才讲的 新的跨国公司理论出发 这是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 要用开放促改革 特别最近习近平在主持 政治局学习的时候 再一次强调 要主动开放 而且我主张在开放中 要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 作为突破口 这个我觉得跟刚才讲 处长的想法一样 因为你其他的谈判再成功 都不是那么高水平的 你比如说中韩中日那个 我不说不重要 但是你得有一个高水平的 甚至于要找一个像当年 WTO那个谈判 能够带有全局影响 而且是高水平的 来带动中国下一步的 新的改革开放 但是呢 这么引进跨国公司 特别是全球公司 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 你比如这些公司的 垄断问题 它的那个商业贿赂 像GSK这种问题 还有像那个信息安全问题 这些问题呢 我认为都是问题 我们应该高度的重视 要谨慎的防范 但是这些把它放到战术层面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具体的一个一个跟他谈 一个一个跟他做限制 做规定 怎么来纠正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重视这些 战术层面的问题 但是不要因为战术层面的问题 动摇我们的基本战略 现在我觉得有一些议论 有一些观点 实际上拿一些战术层面的问题 来否定我们的对外开放 来否定我们进一步的扩大利用外资 这个是不对的 最后应该政策落实 政策落实呢 关键是国民待遇 真正的一个国民待遇 这个我觉得总书记也讲过 最后一点还想对那个跨欧公司提点建议 面对中国这样一种新的局面 我认为跨欧公司的战略 在中国应该重新调整 自己应该强调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 他的责任上应该进一步强化 过去呢考虑更多的是他本国的股东 现在变成全球公司 中国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投资地点 他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环境责任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强调的 合规反腐败的责任 我们研究所这两年把这个问题很重视 从09年开始跟踪这些跨欧公司的合规问题 我们发现光是美国的政府 有关部门利用反海外腐败法 处罚过的跨欧公司 在中国涉案的已经有25家了 咱们只是处罚了一个格兰兔史克 但是美国政府处罚的已经达到25家了 这个是很多跨欧公司最头疼的问题 这是新的风险 我们国内对这个关注不够 实际上中国企业要成长为 中国的全球公司的话 面临这个挑战的压力我认为是最大的 你看我们最近反腐败以后 出现了那么多的公司出问题 包括央企国企还有很多民企 我觉得中国企业将来要走向世界成为 这种全球型的公司 这个卡卖不过去是不行的 而跨欧公司在中国在今后的作用 不光是带来硬件 我认为反腐败合规你的经验教训 也应该在中国得到 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 谢谢大家 送大家参考 谢谢王老师 这个时间总是不够 那个 看看要不我留两个问题的时间 看看有没有想提问 主要是想问一下 谭马斯的讲述 这个负面清单 现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乐点问题 我想了解一下 咱们这个商务部对外谈判的 一个负面清单 是参照这个 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 这个多层次的 非常多福建的负面清单 还是说上海负面清单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清单来进行谈判 第二个的问题也是关于负面清单 就是说咱们这个 因为国外的负面清单 是对不同政府 有不同层级的要求 所以咱们 咱们中国对外谈判的时候 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基本上是没有分开 如果说有一些 这个负面的 就是说负面清单的调整 比如说北京可以放开 但是吉林不能放开 类似这样的情况 在负面清单里面怎么处理 好 谢谢讲述 其实这里面就是一道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 和我们中美谈判里面 负面清单的区别的问题 上海自贸区里面的负面清单 更多的是一个国民待遇 这个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负面清单 就是它列明了 我哪些要保留准入的限制 哪些呢 可能没有列在这个单子里面 你就不用再进行审批了 直接负案就可以了 但是中美谈判里面 负面清单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因为今天时间关于没有办法 给大家详细介绍 其实里面 既是这个国民待遇的问题 国民待遇里面 又是一个准入的问题 又是一个准入后的国民待遇 如果说一项措施 你违反准入后的国民待遇 不是准入阶段的 就到你这个国家以后 对一个外资企业 你有一个歧视性的对待 那么这个 如果你经过谈判 也认为你非常重要 也可以把它列到负面清单里面 除了国民待遇里面 另外还有三项 也是要可以列入负面清单 有一个比如说是叫做 最弱的待遇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到现在可能对 我们的港澳台有一个特殊的安排 那么这些呢 那么你对港澳台的开放 不想给美国 那你要把它各的封面清单 有所保留 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叫 高国高级管理人员 那么在协定里面 往往有一个非常 这个原则性的规定 就是说不允许 你对一个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施加特定的国际要求 就是说不允许 你投资通道国规定一项 出台一项法律 某一个行业的一个企业 只能由你这个国家的人来担任 因为这样也会影响 这个外国投资者 对它不顺控制管理的能力 那么但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 还是有这样一些 放开的一些一个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在它特殊航空这个领域 它都有一些高管特殊的一些安排在里面 就只能由美国公民来担任一些特定的职位 那么到现在我们的负面清单里面 到现在也会涉及到特定的一些 比较核心的一些领域 我们希望由中国投资者来担任高管 那么这些呢 也可以把它列入负面清单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业绩要求 就是说你在一个外资 外国投资者到你边来进行投资 你不能够施加特定的领域要求 或者说你不能够以特定的要求 作为前提条件 来作为你给予特定优惠的前提条件 如果说你进到谈判 某些领域你可以要保留这种领域要求 也应该要在这个负面清单里面 所以在中美谈判里面的负面清单 刚才非常专业提到NAFTA 其实NAFTA是现代各国采用这个负面清单模式的一个鼻祖 就是其实各国家我们经过统计 那么21世纪来越来越多国家都在投资协定里面 纳入这个准肉钱国民代表封面清单模式 把投资市场开放割到这里面 包括还有一些自贸区里面 那么这里面其实大概的模式跟NAFTA的模式是一致的 那么中美谈判里面跟各国家一样 其实也会有一个比较非常具体而明确的附件 有三个附件 一个是附件一 这个领域是不能够回退 附件二你保留更多的自主空间 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回退附件三世界的金融这个领域 这个负面清单的基本模式跟NAFTA是一致的 那么这就恰恰反映出中美谈判里面的负面清单 和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的一个区别 但如果理解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 它更多的是一个体制管理机制的一个转型 更多的还有一个某些特别领域的开放问题 其实中美谈判里面它的核心 除了要求你政府对外资的管理满足这样一个要求之外 其实倒向来最核心的一个市场开放的问题 就是现在比如说上海自贸区有很多人批评 负面清单列的还是太多 对外资的限制还是有很多很多 那么中美谈判里面到现在我们要谈一个高水平的 这个涵盖高质量的 然后体现我们国家构建开放性经济 经济清理制要求的人批评 那么必然的结果如果到现在能谈成一个高水平 那么要涵盖比上海自贸区我理解应该是更高水平 更广泛的这个市场开放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这样你进门到一个 这个中央层级的政府和省级层级的问题 在负面清单里面往往有一个条目 你列一个具体条目它会有一个政府等级 如果说一个措施你是中央政府层面采取的 那么这个保护是中央政府 也有一些措施是在省级政府层面 但是呢中美之间有个区别 或者说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 和其他采取联邦制国家的国家是有区别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国家无论对贸易政策来讲 还是投资政策来讲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是一体的 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地方政府 采取一个与中央政府相冲突的 这样一种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 其实贸易政策在大家认为 投资政策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中美谈判里面 可能美国它更关心的是说 有些保留它要在连这个州一起 就是地方政府从其有一个特定的保留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可能这方面的考虑要被少得很多 我们只是要考虑哪一个省 有特定的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 比如说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 对某一个特定的行业它比较敏感 可能需要保留 在其他的领域 按照我的理解是说 应该是不允许各省 有一个与中央政府不一样的 或者更严的 那么这样一种这个特定的这个 这个行业的这个限制措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下午的这个第二场讨论 我们就开始了 是它的主题是 中国在部门和租边谈判中的利益和立场 现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框架下呢 这个有一系列的 部门性的和这个租边的谈判 包括这个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 包括这个服务贸易的TESA 还有这个ITA 这个扩委这些谈判 那么这些谈判呢 有的呢中国参与了 有的中国呢 虽然现在不是谈判方呢 但是呢非常的关注 那我们今天呢 请这个 这个参与这方面研究和一线谈判的这些个专家 跟大家呢 来讨论这个有关的这些问题 第一眼有缘 Mr.Jonas Bernabe 他会就这个 特别是服务妄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欢迎 Bernabe先生和我们的演讲 I was in Geneva for six years as a delegate for the Philippines to the WTO and after that I was with ICPF since 2005 helping develop its program on craving servic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iscal settlement in the last four years I've worked as a lawyer in my own law firm back in Manila Fortunately or unfortunately the Philippines does not have a lot of crave cases so what I have done has been basically to advise companies as they try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irat investment rules especially as it relates to their business reality So I will draw on this experience when I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sectoral and plurilateral initiatives ongoing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WTO and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when dealing with or at least sectoral and plurilateral initiatives that are attracting a lot of attention right now in Geneva first is in relation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second is in relation to TISA or the trading services agreement third is the 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 ormally known as the green goods initiative and last is on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I will as the chairman indicated focus on those initiatives which relate to the trading very quickly in relation to just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 is something which is very relevant for China in so far as China's objectives of trying to achieve stronger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valued chains are concerned however this concern has to bebalanced bebalanced with two things one China's intention to build its own multinationals which can take advantage of cost efficiencies in value chains that is locating suppliers in other in other contribute to cost efficient in in the second is take a step back pride to balance this interest in stronger integration in to global valued chains with with the notion that if you look at the IPA as the primary sector of intere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nonagricultural of market taxes negotiations if the IPA is approved and China tables substantial offers then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n the appetite of the US and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concluding negotiations on industrial products simply put if for the IPA to the offers of the prating partners in the IPA negotiations to what extent will the appetite for other sectors which may be of interest to China be relevant still for the appetite of the US and developed partners I leave Ita aside because our good friend Xiaudong is I will let you discuss that in more detail if I may go now to the traded services agreement an an ear speaker specifically Rikardo Malentis made ment of the TSA as perhaps a bad model for a plurilateral agreement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the fact that it outside of the bo and also in terms of its uncertain multilateralism when ICTSD and ICTSD and CWTO Center to atend this conference today as the chairman just mentioned I focuse o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for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l with this agreement it is a prolilateral agreement which came into effect in 1997 and this year is the 18 years of ITA this basically is an agreement about tariff reduction it is an agreement about market access and it just put it in a simple way is a group of WTO members from together agree to eliminate and bind the tariff and other duties and charges on a selective group of IT products this is a quite successful plurilateral agreement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TO in my view it is not the first one it is not the only one but it proved to be a very successful one its succ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 first its membership when it joined when it came back in 1997 only 39 members including countries and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ies joined this agreement while now we have 80 economies which joined the ITA what are the products that is covered mainly cover semiconductors computers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media storage equip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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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ow all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members of the ITA and also som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ere the main countries outside the ITA include Brazil, Mexico, South Africa and Argentina and all the LDCs are not yet members of the ITA the second aspect of this success is that in terms of trade coverage now the ITA participants represent 97% of global trade in IT products over 90% of the products trade globally are imported duty free and from 1996 to 2013 the trade volume of IT products have tripled to around 1.6 trillion US dollars this is a big step forward and you know when China joined the ITA the share of China's IT trade only accounted for 2% in the global trade of IT products now this share goes up to 27% so China is very critical in the IT products trade and the third success I think is that the ITA agreement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for example by joining the ITA and today the IT sector boomed in Malaysia and boomed in Thailand and also contribute to the integration of Costa Rica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the IT industry now we are we talked about the ITA2 what is this ITA2 negotiations basically it's a kind of negotiation with the view to expand the product coverage of the existing ITA agreement this was initiated by 6 members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Union, Japan, Korea, Chinese Taipei and Costa Rica these 6 members the first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was held in June 2012 in the Japanese mission in Geneva so far 16 rounds of working group have been held 27 WTO economies if we count EU as one participated in these technical working groups the objective of this working group is to establish a consolidated list of products for further tariff reduction these products include the next generation chips or the so-called multi-function semiconductors and also include video game machines some very high-tech medical imaging systems and also the GPS device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list for the next wave of terror illumination we know that last week we are very close for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ITA2 negotiations because in the APEC summi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reach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is product list we believe that with China and US 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we will very soon have the ITA agreed however, things will not go as we expected we now meet some problems in Geneva because one or two other members have raised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include the LCD panel into this final list but was rejected by China so the informal consultations are still going up and Director General Azbevo is acting as the mediator in this negotiation I hope that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solution can be found very soon so this is basically the upda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A2 negotiations so now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 and why the ITA and the ITA2 are relatively successful and dynamic in its own process as compared to other pro-relateral arrangements within the WTO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the first one is that ITA is an open pre-relateral it is because it's an open one the concessions that are offered by the participants are provided on an MFM basis to non-participants so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truth making in pro-relateral for example in the GPA it is relatively closed pro-relateral because the only concessions are enjoyed by participants not extended to the non-participants the second unique character I think is very flexible it's flexible in two aspects first one the flexibility is that it is flexible in terms of deciding when and how members can join the ITA you know for a country who is interested to join the ITA they can either join the ITA before they become a member of the WTO this is quite unique for example Chinese Taipei and Estonia become ITA member before they join the WTO or you can join the ITA during your WTO accession for example China and Vietnam join the ITA when they join the WTO or you can have some kind of reference in your accession protocol or working party report saying that you commit to join the ITA within certain years after you join the WTO one good example is Russia Russia joined the WTO in 2012 and become a WTO member in 2013 besides there are other countries join the ITA becau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nouncement at the very beginning European Commission had 15 members when the agreement was first launched and now the European Union extended to 28 so all these members all these members are ITA members but this is flexible aspect the last one I think very important aspect is the concept of critical mass critical mass the advantage of this is that it does not force all countries to join this agreement at the same time as long as you are you are a country that have the interest if you do not really contribute to this critical mass it doesn't matter and this gives some flexibility and I sort of forget to mention that in the flexibility aspect there is one 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are flexible in the product coverage the way we design this product coverage ITA you have two kinds of attachments attachment A list of products that is included on the basis of HS code there is another attachment, attachment B that you commit but you only provide a list of product descriptions but you can still, on these products you can still keep them under your national tariff classification this is a very pragmatic approach so that countries can have some kind of room of maneuver in determining what products they put into the category of course this approach is pragmatic when we try to reach the agree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ould cause some problems in the future later people will have disagreement on what they have committed in this attachment B so another issue is that whether the ITA success story can be reproduced in other industrial sectorals I think that depends because IT sector is rather unique because it is a quite new industry and it develops very quickly another condition for the success of the ITA is that before the ITA the tariff level of many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already relatively low sometimes around 5% so it makes it quite easy for countries to make this decision to reduce their tariff from 5% to zero so this is also one unique thing but whether they can apply to other industries like chemicals or automobile or others is a question and for the future if there are other sectors that can mimic the experience of ITA I think there are some principles that they should stick to the first one is it's better that they do it within the WTO for more not outside the second I can think of is that it's better that they are also the open brulee lateral they should give their concessions also to the non-participant so that they will face less barrier when they try to reach an agreement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WTO the third element I think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y need to have some kind of flexibility when they design the product category to leave some room for members to interpret in Chinese we call it to pursue for the as much as in common but still we can accept or tolerat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members position this is a very pragmatic way of reaching agreement if we are very rigid in this aspect that is very difficult for countries, negotiators with everything before they can implement it as for the as for sectors I think that the EGS the environment goods and services can be a good sector that which follow the ITA which will be very good if the EGS negotiations can follow the practice of the ITA do it in the WTO framework make it open extend the concessions to all WTO members and then leave some room of flexibility for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for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the state lastly the China's stake or its relation with the ITA I think there are two point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one is that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ITA agreement have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ecause I had a chat with my colleague or friend from Huawei company I think he believes that the ITA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progress of Huawei and they are quite advanced in technology reserve in the IT sector and I believe that in the years to come that some very big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lead this industry like Huawei or maybe Xiaomi will also do quite well the second is that China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success of IT2 negotiations only because of its size it accounts for 27% of the trade in the IT industry and I think probably this is the only area where China enjoys its privileged status it does not exist in any other industrial sector that China enjoys such a high share in world trade of course in textile and clothing or food wear China shares a bigger figure but it is already a great unit and lastly I would like to use DG Azvedo's what he said I quote agreement on expanding the ITA would be the first successful tariff cutting negotiations in the WTO for over a decade and a half and crucially benefit all WTO members not just the ITA participants and the expanded ITA would be great news for the WTO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s and it would show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deliver negotiated outcomes in the WTO that benefit all so it's our WTO staff so I can only say what our teachers said so I do hope that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reached and I do believe that it benefits everyon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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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与这些迹速运 我明白我已经有15分钟 15分钟 无论是非常缺乏 为了预备这些时间的时间 我认为我会说中文 讲一下关于服务贸易 应该说是这些年比较新的写定 我们简称为TESA Trading Services Negotiation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怎么翻译 那大概我会讲这么几个方面吧 一个就是我想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方面到现在为止 就是我们稍微盘点一下 TESA的negotiation的进展 然后我会重点的 可能不会是重点 就是会谈一下美国和TESA 然后还有中国和TESA 有的一些规则 然后有一个非常非常初步的结论 我个人的看法是 95年大家知道 WTO成立以后 第一次在多边贸易框架下 纳入了Gaiz的存在20年 那么这20年来 在这个领域应该说 服务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大的 这个发展进展和变化 不论是国际上的还是中国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统计来看 那么现在这个服务也占到 全球GDP的70%左右 那么20年来的这个规则 应该说在国际多边的这个层面上 大家都知道 因为多哈回合谈判的这个情质 所以本来这个服务的谈判呢 是在2000年早期的时候 已经launch了 它实际上比多哈回合的谈判 还要早将近两年的时间 但是多哈启动以后呢 它纳入了这个多哈的这个package 然后呢 也因为多哈的这个回合的 谈判的这个停滞呢 所以服务业的谈判呢 应该说 在全球多边的这个层面上 这个进展呢 一样的跟其他领域的这个议题呢 就是说非常的这个缓慢 那这是一个现象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会注意到 就是客观的需要 那么总是存在的 那么客观的这个需要 我们会看到 就是服务贸易 服务业 服务经济 包括今些年来 大家谈的比较多的 这个制造业的 这个serviceification 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就是服务业越来越重要 那么有一句话很简洁 但是我个人觉得 说的非常好 就是modern economy is service economy 那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 这样的客观的这个需要呢 我们会知道 就是多边的谈判 那么经济很缓慢 但是在区域的这个谈判 那么多的这个PTA 尤其从2000年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presidential 这个trade agreements里面呢 它都包括了 服务贸易的内容 而且应该说 在新一代的 这个服务贸易的 这个规则呢 我们主要应该 目前来讲的 多是从区域的 这个层面来 来观察 但是呢 呃 区域的层面 它所能touch的 就是这个 涉及到 比如说参与方啊 可能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一方面多哈谈判 包括服务谈判的停止 另外一方面客观的需要 区域规则的进展 很需要 大家知道就是 呃 各种各样的PTA 因为给这个当事方 尤其给当事方 很这个交易者 带来很大的这个困难 比如说在 货务贸易领域呢 有这个 rule of origin 每个PTA的这个规定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给实际从事交易的 这个呃 公司也好 或者说企业也好 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么服务业的领域呢 其实你也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观察 所以应该说是 很需要服务的谈判 鉴于服务业的重要性 非常需要在多边的层面上 有一个进展 呃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在12年的时候 12年中期的时候 就是有一组所谓的 really good friends of services 就是RGI 那么呃 当然这个是后来欧盟 加上去这个主导 当然这发起呢 是美国澳大利亚 然后呢 就launch了这个 teaser的这个谈判 呃 那么目前拉奖 这个teaser呢 就是有50个pc盒子 但是实际上欧盟EU呢 它作为一个呃 呃 这样的一个代表 实际上就是设计到就是呃 呃 大概70%左右的就是呃 呃 世界服务贸易的这个总额 这个数据是不是特别准确 我不知道 但是大概是 roughly 呃 about 70% 呃 那么盘点一下呢 就是从呃 这个teaser的正式的这个teaser的谈判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马上两年了 就是正正式的开始谈呢 是在呃 呃 2013年的这个早前 但是在这之前呢 有几轮的 exploratory的这个discussion 就是探索性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 然后呢 截止到现在吧 那么到14年 就是到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这个参加方呢 呃 呃 我在这儿就是列出来 但主要的这个这个参加方 包括澳大利亚 呃 加拿大 欧盟 日本 韩国 美国 当然很明显人说 所以这是大概一个geographic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上 就是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一下这个参与方的这个分布 呃 呃 那teaser的谈判呢 其实就是呃 它也是没有预先排除的 no prior exclusion of any services by any sector and any mode 就是应该说是非常全面的一个一个谈判 那它的目的呢 我们知道服务谈判呢 就是呃 呃 可以说包括两大方面或者三大方面都可以讲 那么一类呢 就是market access 就是进一步further market access 但是teaser的就是它现在的目标呢 应该说它更重要的是在整合就是这些 目前的参加方就是在他们PTA里面 应该说在服务业方面呃 做出的最好的这个水平 那么能够extend到这个呃 因为他们是really good friends 所以就是延伸到这样的一个一个集团 就是整合目前PTA 这些参加方PTA里面服务承诺的 最好的服务承诺的时间 那么这是market access 那么另外一大方面就是在rules方面 那么rules方面呢 如果说你说三大方面的可以把rules再分为两大 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可能就是一些未进的事业 就是盖茨未进的就是盖茨我们知道它有四个in-built agenda for negotiation 就是包括domestic regulation 包括这个subsies 包括ESM 然后包括这个government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就是这几个方面呢 是盖茨没有完成的 然后继续要谈的 所以TESA呢一方面就是在试图看看能不能在盖茨没有完成的这个领域继续进行谈的 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TESA呢 他也在试图develop some new disciplines 就是一些新的一些一些规则 那么从这个正式谈判来讲 目前为止谈了九轮 9 rounds 就是13年的时候 谈了四轮 那么14年 so far 到现在应该14年马上结束了 那么就是14年谈了五轮 所以总共谈了这个九轮的这个谈判 那么最新的这个第九轮的这个谈判呢 是在这个月初 本月初这个 由这个奥拉利亚来chad 那么 那么 那么在最近这两轮的谈判 在第八轮的谈判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现在就是 如果你仔细查的话 您查到一些网站上有一些这个信息啊 那么第八轮的这个谈判呢 它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包括透明度 Domastic regulation 就是电子 这个这个电信 还有这个电子商务环境 金融服务 运输 自然移动等等 那么到了第九轮呢 应该说在第八轮的这个基础上呢 它又缩小了一点 就是现在 大概据我所知 就是他们 也是不是有 就是这个 这个 提侦谈判 也有一个这种 early harvest 就是早收的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么从 这个 简单的一个评估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从这个服务谈判的这个观察来讲 那么服务业的谈判呢 远比这个 这个货物贸易 就是大家在 如果你关注到 俄拉欧回合谈判的这个 服务的这个情况 那么它应该说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人国家呢 的确是会导致很多的这种 controversial的这种问题 那么观察 TESA的这个谈判方呢 那么其中呢 大家预报是发达国家成员 那么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另外预报呢 也是发展人国家成员 那么发达国家成员呢 它当然会推进一步想推动更更广的这个 更深的这个市场开放 然后更新的一些 就是更严格一些的这个规则 那么发展人国家呢 总体上来讲呢 对这个服务市场的这个开放呢 它还是比较谨慎 但是呢 我们这个也要注意到 就是其实在这个TESA谈判里面呢 美国同样它也是面临一些压力的 包括比如说 美国就是说 开放它自己的 比如说海运服务 然后呢 就是 涉及到就是自然的移动方面 那么这个应该说 呃 其实也不是美国想 就是 它想做的 就是它有 背心一定的这个challenges 那么简单来看一下 那么美国和这个TESA呢 我们看美国的这个服务业呢 应该说它是 的的确确是世界上的服务业 发展投号大国 就是它这个总体上 服务业这个 它占到75%的这个 它的这个GDP 然后呢 大概就是 从这个就业来讲呢 它也提供了80%左右的这个 这个job 然后呢 那么美国的这个 服务贸易的这个出口呢 一直是 跟中国正好是相反的 美国一直是surplus 而且呢 它这个surplus的这个额度呢 还挺高的 就是超过2000亿的这个额度 那么根据这个USTR的这个统计的这个数据 我们会知道 它会说 现在美国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 expectation 这种potential 会进一步的 会非常快的这个加大 如果说这个服务业的这个开放 各国服务业的开放能达到 会释放更多的更强的这种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理解 美国在利益的这个 negotiation of teaser 然后呢 就是理解就是这个服务业 对美国 它的经济来讲 它具有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个 这个利益 那么具体的这个数据呢 我想 当然它会也有一些 就是它非常 非常占东式的一些行业 包括这个金融服务 专业服务 电信服务 然后快递 还有这个电子商务等等 那么我们注意到 就是其实跟TPP TDIP 这个teaser可以简称为3T 它实际上也是奥巴马 这个registration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它的在经济上的 这种为美国进一步 拓展机会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 那当然就是目前美国 就是从它国内的政治生态来观察 就是也有一个TPP A 就是它的这个快速回到授权 这个问题 那看中国呢就是 刚中美的这个服务贸易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中国跟美国相比的话 我们大概服务业 那当然 大家知道我们肯定会差距很大 到底差距在 这个就是 我们的我们中国在第三年的服务贸易的这个总量呢 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少 所以你会看我们的后出口 跟美国的后出口是什么样的比较 然后服务呢是什么样的一种 scenario 那就是 就是 下面的数据更直观了 一个三十一个十三 所以呢我们中美间的 服务贸易的这个 美国对我们的顺差是 一百七十亿美金 那反过来就是 这是一二年的数据 一三年的数据 就没有看到 那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会看到 就是中国的这个 外送的在增长 那么我们服务这个排名呢 也是在 13年也是很大的逆差 而且这个逆差呢 就是除了10年 09到10 又显得这个 在上升啊 这个服务差额的这个具体的构成 也有一个数据 那 现在我想 最后一点时间呢 我就是看 就是 也是非常关注的问题 就是我们中国 谈这个TESA 那么我们在13年9月份的时候 正式提出就是 加入这个TESA的谈判 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呢 就是 并没有加入 其中 应该说 主要的原因 或者说 甚至可以说 基本上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美国 美国认为 就是中国是 not ready to join the TESA negotiation 然后呢就是 他们担心 我们中国加入以后 会不会变成potential的 这个China-US fight 或者US-China fight 然后这个timing 这个issue 就是对美国来讲 也很关键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它是奥巴马 administration的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考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要结合美国的 国内的这个政治生态 来进行考虑 那欧盟呢 是对我们很支持的 其他的国家 其他目前TESA的谈判方 都对中国的这个加入呢 有非常大的这个支持啊 包括这个公开的 这个表态的这个支持 但是美国后面呢 跟着这个日本 还跟着这个加拿大 就是但是这两个国家 大家分析 稍微想一下 就知道 就是这个 其实还是美国的 这个问题 呃 当然就是这里面呢 也有一个就是 关于TESA 未来多边化的 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TESA 真正要实现 它的这个 ultimate goal的话 就是最终的目的 我觉得多边化 是很重要的 对TESA来讲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那么在TESA多边化的 这个路径中呢 应该说中国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就是当前段时间 我有机会 跟USTR的主谈TESA的人 有过交流啊 就是大家还是会有一些 有一些分歧 有一些这个 不同的这个看法 因为时间关系呢 就没有办法去细讲啊 那TESA里面呢 就是现在就是 potential的说 我刚才也讲到 反正market access 剩下的就是lose 就是大家早期的 这个收 早收里面 它会重点在台中 自然而易移动 还有这个透明度的问题 呃 那么这个还是 关于这个多边化 那么最后呢 一点这个结论呢 我会还是认为啊 TESA的台派 像我刚才在前面讲的 我觉得TESA的台派是 国际服务贸易领域 台派方面 最重要的这个 这个进展吧 那中国呢 现在没有参与这个里面 我们中国这几年呢 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任务呢 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中国参与 国际规则的这个制定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 国际经济舞台上 应该suppose是扮演 越来越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美国呢 那美国呢 认为就是说 你不ready 当然就是这个ready 不ready呢 你看西亚的情况来讲 是美国说了算的 我觉得所以这个 不是那么fair的啊 呃 我会感觉到就是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我们还是在各种 能够利用的场合呢 我觉得应该去 呃 去这个 表明这种态度 就是觉得美国应该 还是要change他的这个attitude 就是说 但是 who knows 到底怎么样 我们这个 还是需要 这个way to see 呃 那我个人的观点 我肯定会觉得 就是说 无论从梯子谈判来讲 还是从未来梯子多边话来讲 那我会觉得 中国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而且从中国服务市场的这个 呃 我们这个巨大的这个服务市场 那么从各个方面来考虑呢 我觉得就是 是应该是中国 deserve a place in the teaser in appreciation 谢谢大家